桃園沸沸逃窜季還沒有落幕 這隻爆紅的沸沸如今下落不明 如果一般民眾真的在路上巧遇了 該怎麼辦 露池微笑可能會被沸沸當成是威嚇 不行 大聲尖叫會刺激到他 這也NG 更別說試圖拿食物去引誘 專家說最好的方法是這樣 就是拉拍跟他的距離 因為距離一定能夠去確保雙方 不要增加那個緊迫跟衝突的這種情形 露池雖然體型叫猕猴大 不過按照他的習性 基本上不會主動攻擊人 只是這隻在逃露池逛大街久了 也會去覓食 在他的原生地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去取食農作物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些 植物性的食物存在或 或甚至是我們的有一些那個 作物存在的話 那很可能都會是吸引它 過去覓食的這樣子一個地方 露露屬於群居的動物 在外逃久了 可能也會處在緊繃的狀態 專家就提醒 如果真的遇到它 除了遠離之外 也可通報1999等相關單位 確保自身安全